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 你怎么培养她 除了郑阿姨 其他阿姨女儿 和你的相亲事件 我都已经帮你的办法 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 就是指写合同的人 只写对自己有利的条款 来获取好处 就比如说 这次大家的这个 咖啡厅协议里面 不允许退卡 这就属于霸王条款 不过大家放心 法律是保护我们大家的 宋律师 我有问题要将你请 你请我请 姐姐您说 姐姐这么叫我辈分都搞错了 您这么年轻 把你叫老了不合适呀 你前面说的那个 通常解释是什么意思 通常解释就是指 比如说 现在的咖啡卡不允许退嘛 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发生 没有消费的 就应该全额退还给大家 就是这样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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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律师 你这么优秀 一定结婚了吧 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宋律师你别瞒我们了 你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不结婚 姐姐我真没结婚 不过我现在已经 我有个侄女 本科985 1米70 我这个照片你看看 姐姐 感谢您对我才华和颜值的认可 好 但是我有女朋友了 说这个没结婚 就是三十五年了 你造极的 是我们几个里面 最能够牵线搭书的 你多学一学也没错呀 姐姐有女朋友了 别再说正纯吧 你这个 我说这个 徐律师 您结婚了吗 我说赵姐 人家这给咱们普及法律知识呢 你说你这保媒拉签这毛病 怎么哪儿都拉不下呀 徐律师 我刚才说你贴人家 人家这不是 你贴人家这不是 徐律师 你的咖啡 谢谢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对我这个调节小门手 肃然起敬 敬佩有加 加 你的家庭环境呢 确实造就了你天赋异禀的 调节能力 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能力 不是为我家庭条件 创造的 是为我未来丈母娘创造的 但我现在发现 搞定未来丈母娘 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 你也得努力 这个时候你可别算上我 不过呢 今天你走运了 咖啡店的案子 我会帮你 好啊 我们五五分长 那怎么行 五五分长我怎么养你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说五五了 二八都可以 谁八 谁二啊 你八 我二呀 还算实现了 那我拥有什么奖励啊 看看吧 委托人签署的咖啡卡回费上 使用的签约公司 众外咨询公司 根本就不存在 这有什么难的呀 我们只要证明我们的委托人 跟人人爱咖啡店有事实合同就可以了 颠 reins 都是依纸老自己的事情 宋律师转阵之后 实力不一样吗 嗯 怎么说呢 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 但是吧 作为调节小能熟的我 也是第一次上庭嘛 还是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的 就是在关于证人的培养这方面 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我可以帮你 好啊 没问题 证人交给我 把你那百分之二十也给我 那 那我 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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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女士 你为什么要在人人爱咖啡店 购买众筹股东卡 他们家的面包和咖啡 我们全家人都喜欢 以前是我儿子下了班买回来 这不好不容易 我们小区开了一家 我负责我们全家人的早点 所以就办了他们家的充值卡 但是你办理的充值卡命额 高达五万块钱 你在办理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要购买从爱汽车的股份 我能不能有什么股份不股份 不过那店员说充值五万或者十万 每天送我一杯咖啡 但是我听说现在送咖啡的活动 已经停止了 对吗 那不能我充了钱 停止我正常消费吧 如果说你买的众筹股东卡 现在不能在人人爱咖啡店里消费了 给你置换成等额的股份 你接受吗 我不要什么股份 不能卖我面包 赶紧退我钱 好的 审判长 我没问题了 钱女士 你在人人爱咖啡店办理充值卡的时候 咖啡店的工作人员 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 你不是和咖啡店签约 没有 所以你有理由相信 自己其实是和人人爱咖啡店签约 对 我从他们的姿势机上刷的卡 我有刷卡证明的 我把每天消费的小票啊 都有留下 上面写着人人爱咖啡店的名字 和从外汽车没有关系 好的 谢谢 沈班长 我没有问题了 这是你的签名吗 是 合约上明确地写着 可以进名转让 不得退卡 换卡 且最终解释全归本公司所有 你是同意了才签的吗 我年纪大了 看不清楚 那个办卡的人都跟我说了 只要留好这份合同 就可以以后按手去退钱 你们说一套 做一套 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 不管是对于退卡 换卡的规则 或是签约主体是重爱咨询 而非人人爱咖啡店 如果对合约内容的认定 都是以你口说为主的话 那要这合同做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只知道店员拿出这份合同的时候 告诉我 我刚才告诉你的话 难道以后买东西前 还要先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吗 郑女士说 因为自己的孙女喜欢喝牛奶 所以充值办理了一张 价值五万块钱的众筹股东卡 那么请问 这五万块钱 需要多少年才能用完呢 人人爱咖啡店的一杯甜牛奶 十八元 我们就算它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地合一 那一年下来 也才六千五百七十元 至少得喝七点六年才能用完 审判长 原告明显就是为了汽车股份而购卡 却硬是要说 是为了购买咖啡店的产品而购卡 原告 原告 你认为使用众筹股东卡 消费划算的理由是什么 我要是说了 会不会对我的官司不利啊 请据是会的 我孙女爱喝他们的甜牛奶 买卡每天可以免费送咖啡 他们的咖啡我喝了挺好喝的 他们的面包可好吃了 法官 我这么夸他们 会不会让你们对他们产生好感 从而影响判决 安静 何怡婷会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 做出判决 那就好 被告代理人 你有什么要说 请问原告 你觉得从外汽车会赚钱吗 我觉得会赚钱 店员说了肯定赚钱 也就是说 你认定了汽车公司会兑现分红 办这张卡能让你赚钱 请回答是或否 否 怎么是否呢 人人爱咖啡 从爱汽车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公司 两个业务 如果这咖啡店赔钱了 有从爱汽车呢 从而我那五万块钱的卡 它就不会打水漂了 再说了万一从爱汽车的股份 真赚钱了 那我也可以帮衬帮衬我儿子 减轻我儿子的负担 法官 我买这卡 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被告代理人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了 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 你怎么培养她 除了郑阿姨 其他阿姨女儿 和你的相亲事件 美派已经把你的办法 我都已经把你的办法 否则 وج白 Sex 我们 你